你的部分好了對不對 我有清楚說明我們基本的態度 什麼態度 還是納入柯文哲 當然 當然 學姐有共識了嗎 昨天有跟菜賴會 今天會不會有訂單 我們有結論了 他們還在談 那你怎麼先走 沒有啊 因為 我只是今天來代表蔡總統 參加這個列席 我跟你講 這個中職會 我本身也不是中職委 也不是中常委 所以我不方便 表達太多個人的意見 所以裡面有什麼新提案 嗯 我不方便對大家講 你看起來很開心是喬好了嗎 沒有啦 有共識了是不是 沒有啦 他們還在談 他們還在談 55是確定了嗎 沒有 他們還在談 還在談 不要由我單方面去講什麼 可是你不進去怎麼談 沒有 你不是代表嗎 你不在裡面怎麼談 但俊憲還沒出來 你怎麼先出來了 還要再喬他 還要再喬他 所以你的部分好了對不對 我有清楚說明 我們的基本的態度 什麼態度 還是納入柯文哲 當然 當然 那手機的部分呢 沒有 手機我們已經退讓 希望就照中央黨部的這個 過去八年來的做法 就是佔一半的比例 那我是認為大家就回到說怎麼樣做最合理 那對黨是最大的利益 我相信中職會這個多年來就是 都是解決民進黨的爭議的一個民主的機制 所以希望今天所有的中職委都能夠發揮個人的智慧 然後做出最好的決定 這個蔡總統一再交代說 我們就是都會尊重中職會最後的這個決定 這等於是柯的部分還沒有共識 那如果可以 還在裡面呢 我盡量不要在這裡去講 要投票嗎 今天 我剛剛已經有講過 這個中職會怎麼處理 怎麼決定 我們都尊重 萬一主席今天又說上會了 我不要去做預先的假設想像 這個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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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